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方面进步很大 学习成绩和家庭条件越来越好 在班上说话也比较有分量 而班长最忠实的跟班 副班长日本 上个学期期末考试 成绩下滑到第三名 排在团支书之后 还没来得及奋起直追 家里又出事了 地震 然后水房漏水 电线漏电 最近长期请假在家收拾廊籍呢 当然 各位班干部本着不能让任何同学耽误学习的原则 课余时间帮着日本同学补课温习就在扑火 您瞧 多团结的班级啊 不过咱讲话 福无双至它祸不单行 班上有几个家住北非社区一带的同学 学习成绩嘛 一直不怎么定 最近呢 还接连的请病假 先是家庭条件不怎么样的突尼斯埃及 后来连家里脚比有钱的利比亚同学 也因为家里的田地闹了虫灾 请假回家灭虫去了 不过呀 这个特立独行的利比亚同学 平时群众基础不好 和几个班干部 什么阿拉伯邻居的关系 很一般容易被孤立啊 尤其是和班长他结过梁子 在1988年那程 洛克比空难死了那么些个美国人 摆明是不给班长面子嘛 所以啊 班主任联合国很快就听从了 各位班干部的建议宣布啊 利比亚同学灭虫不利 还殃及了庄稼 平民死那么多嘛 为了保护庄稼 要禁止利比亚同学 使用飞机撒沙虫药 禁飞了 利比亚同学本来已经是胜利在望 就还差一会儿叫班加西的地皮上撒完药他就OK了 他认为啊 这个灭虫子的时候 烧上点庄稼也是难免的嘛 但是天算他不如人算呀 班上有几个同学早就策划着 要收拾收拾这个利比亚 为首的是英国 因为曾经啊 当过这个日不落大地主嘛 英国是获选地理科代表 紧接呢 是和利比亚同属地中海学习小组的法国 普通学生一名辣 家里是卖驴肉火上的 为什么卖驴肉火上呢 因为你看他们家卖的那个叫LV嘛 用拼音拼就是乐鱼驴 奢侈品驴肉的 这哥俩呀 一个是当机长 一个当副驾驶 在火同上搬上几个关系不错的 意大利啊 加拿大呀 就是违反班主任的规定 打破禁飞令 开着飞机啊 就跑到利比亚同学家里边 他喷沙虫水去 要说还是班长鸡贼 听老师的话 绝不飞过去 是站在隔壁 往利比亚他们家扔闪光雷 你说这一会儿放炮 一会儿撒药 据利比亚同学自己说 不但把自个儿啊 炸得灰头头脸 田里的庄家 死的比以前还多呢 老师说了不让飞 你们还飞 好 那俺也不客气 脑子上世纪69年 就是就上一年级了 留级这么多年了 还收拾不了你们几个小朋友 最后这家事就变成了天下事 一场内部火兵变成了对外抗战 这形势转变之快 让人眼花撩乱 剧情高低起伏之忐忑 又如过山车呀 有人问 这美国作为班长 是吧 一向就是摆老大的pose嘛 这次怎么不积极带头呢 哎 这虽说利比亚炸过美国的客机 但是911之后啊 利比亚是第一个消灭了基地组织的基地的啊 这个有首歌嘛 朋友多喝两度喝好走 多一个朋友少俩敌人 何乐不为呢 而且没老大 他能闲着吗 一边说要把这个指挥棒交给北约 一边呢 又加派了四千兵力 这叫什么境界啊 轻轻的 我想来就来 正如你猜不出我何时离开 我灰灰衣袖 绝不留下一片云彩 但是法国和利比亚 这俩同学之间又一段恩怨 三年前 利比亚和法国关系还挺好的啊 萨克奇信誓旦旦的说 老卡 您绝不是希特勒啊 老卡特高兴 给了萨克奇一大笔钱 竞选总统用的啊 赞助费 三年之后 搬上几个同学 你看这合伙欺负利比亚的时候 冲在第一个的 还是他法国 真是不负这个法国的一个俗语 变脸比脱裤的还快 不是法国的吗 哎呀 这萨克奇啊 可谓是川剧绝活变脸的海外唯一几成人 变形金刚在地球独家指定的转世灵统啊 卡扎菲表示很失望 我的朋友萨克奇一定是疯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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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卡 您判断出问题了 您看啊 自己的钱要是给别人卷跑了 精神失常 哎 那叫疯了 欠了别人一屁股债 装疯卖傻 那叫赖账不还 也能叫破产重组 不过要说萨克奇情绪失控啊 我倒是能理解 有张照片已经解释了一切 哎 各位看 据说这是今年二月份 卡扎菲的三个儿子叫萨迪接受法新社采访的画面 各位 这个重点啊 是注意他身后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上有个不太穿衣服的美女 正是萨克奇的老婆布鲁尼 就好拍这个啊 哎呀 又是一个冲 这个什么 我们讲冲钻一弩 喂红颜的主吗 可是这全世界的互联网上好像都有这照片 各位 收好自己的电脑啊 据可靠情报 萨克奇下一个轰炸的目标 可能是三W点卡莫 玩笑话啊 那么为什么法国这个态度 三百六十度就转班了呢 倒是他一直想做地中海的舵主 啊 但利比亚不同啊 那法国他郁闷 他特别着急就想把老卡弄出去 扶植一个听话的小弟弟 而且啊 利比亚家里那个仓库 好多好玩意儿 石油啊 军火啊 以后趁火打结也方便 总之吧 急不可待超家伙 网上冲的这几个国家 各有各的小九九 禁非协议又翩翩飞 挽救舱生又炸平民 利比亚之事 这个总结就两个字 拧巴 事儿办的拧巴 美国英法他们自己家里的意见 还拧巴着呢 还有人问 这卡扎菲这么一炸火 这个不会拧巴成了第二个萨达姆吧 比起老萨 这卡扎菲啊 那是长江后浪 推前浪了 跟西方斗志斗勇 这么多年 可不是等闲之辈 从他写给这个萨克奇卡梅罗 和潘吉文的这个信 就可以领教这个铁腕狂人的口气 你们没权利干涉我们的家务事儿 利比亚不是你们的 是 是全体利比亚人民的 这话从他嘴里说说怎么这么拧巴呢 想说点更拧巴的吧 除了在政坛叱咤风云 卡扎菲特的婚姻生活 也是异常传奇 简直就是爱情大片 尤其是跟现任老婆叫萨菲亚的爱情 堪称是惊心动魄 萨菲亚 什么人 当年呢 这是敌人 当年是要刺杀卡扎菲的杀手 卡扎菲当时是在人群的簇拥下 就走过街头 萨菲亚是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 举起了黑黑的枪管 就瞄准了卡扎菲的脑袋 就在抠动扳机的那一刹那 这卡扎菲啊 鬼使神差的停下了脚步 扭过头 就直直的望向了人群中的萨菲亚 此时 这个世界一切都变得模糊了 似乎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女人手中的枪煞石落地 从此疯狂的爱上了她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一眼 你相信我们前世遥远 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太神了 所以大家没事走马路上的时候 多看看周围 不定有什么发生的 咱说卡扎菲这个人呢 挺神的 27岁就推翻了王朝夺取政权 他那种气场强大特立独行的性格 跟他的成长背景很有关系 出生贫寒 穷孩子 在沙漠里长大的 而且说是游牧民族四处浪荡 这个浪子啊 他就爱住帐篷 生活简朴 当然了浪子都少不了爱美女嘛 大概是说现任老婆的启发 老卡对娘子君是情有独钟的 各位都听说了 出国访问必带着几十个美女保镖 都是死心塌地的效忠飞蛤的 帮他挡子弹啊 怕货车 要么炸铁刀 什么事都干 此外啊 卡扎菲还有一支很能打的部队 叫女子突击队 而且都是打前锋的 在和反对派的多次激战之中 这支娘子军那是主力部队 功不可没 估计西方女权人士 对卡扎菲印象应该不错 哟 您在提高非洲女性地位方面 做出了积极而有效的成绩 利比亚啊 他这个国家是一个部落国家 老百姓 得先忠于部族啊 就是这一族的 再忠于部落 最后才是忠于国家 这咱们很难理解啊 你想 咱国家说国八条 房子限购 你说 我不搭理你这茬 我就听我们剧委会王大妈的 真胡闹嘛 长子一晚国将布国 但是卡扎菲赶在国内动武 就是因为有一批 谁也不在乎 只听剧委会 卡扎菲大妈的这帮大兵 尤其是当那个 多活联军入侵之后 那些支持飞鹤的人 真是誓死如亏啊 跑在他住的这个所谓的帐篷啊 阿齐齐亚兵营首夜 要做人肉盾牌 但是讲两句话 我觉得啊 卡扎菲这个名字不好 卡扎菲了 这个被叛军炸完 再被连军炸 这个命再硬 他又被卡扎菲的那天嘛 啊 但其实咱看看人家 这英文名字 其实是这么写的 这个啊 叫嘎的菲 还嘎的汤呢 就让嘎的 再飞一会吧 甭管是卡扎菲 还是让嘎的菲 黎民百姓 才应该是真正的宝贝嘎的 最近网上流行这么喊话 无辜的利比亚百姓伤不起啊 有没有 谁胜谁负 谁得利 谁出局 谁心怀毁胎 谁暗度沉脏 我欲吃不在乎 老百姓就图个太平日子 广告之后 老百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